这条题目是这样的 假设C1就是这个圆形 X2加Y2-4X-2Y加1等于0 假设P就是C1的Center A1就叫你写P的座标 A2就叫你写C1的半径有多长 Part B就说 假设Q6-2就在这个Cordinate Plane 要你证明Q这点在C1的外面 Part C就解释R这一点 就是在圆形C1那里 就令到Angle PRQ等于90度 那解释C2就是Triangle PQR的Circum Circle C1就叫你找回C2的Equation C2就问你R去到PQ的最短距离 Part A呢 因为那条Equation of C1 已经是整理到General Form 即是X2和Y2前面的Coefficient 都是1 因此你就可以直接运用公式 Center的座标就是-2 over 2 P的座标就是-1 A2 计算Radius 就是开方H2加K2-F 再整个开方 H和K就是Center的XY座标 你不计算Radius是2 Part B 因为它给了Q的座标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PQ这两点 用Distant Formula 计算PQ的长度 你发表的长度是5 大过半径 大过这个圆的半径 所以Q就是在C1外面 以P做原心 R就是在C1 半径是2 Q就是在C1外面 PQ的长度是5 而C2就是穿过PQR的三点 是5 现在我要找的就是C2的equation 你会发现到 你有P有Q 而Angle PRQ是直角的话 即是PQ就是C2的Diameter 直径了 所以我们要找C2的原心 即是PQ的midpoint 就是4 每2分1 另外C2的半径 也就是PQ长度的一半 即是5 over 2 所以equation of C2 就是x-4 加y加2分1 等于25 over 4 25 over 4 就是5 over 2 你要计算出来 到C2 要计算R到PQ的最短距 其实这里也滑了 就是红色在这条线的长度 当这个长度就叫H 你看到这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就考虑它的面积 先找QR的长度 就用不时定理 就计算是 开方21 再计算开方21 所以用面积 底乘高除2 就是三角形PQR的面积 所以二乘开方21除2 就等于5乘h除2 这就是最终答案 这就是最终答案